大家好 歡迎收聽4月12日安播足球快訊 西式尼流浪者無懼中岸水手 週三下午 奧直聯有好戲上演 居時由西式尼流浪者主場迎至中岸水手 西式尼流浪者已連續四輪聯賽遭遇不勝 雖說期間緊輸一場比賽 但球隊近期真正能力明顯不足 而中岸水手整體表現略勝一籌 不過相像被對手大炒其是棄受挫 他們防守發揮下滑嚴重同樣沒有取勝的把握 今將愛兵相遇和味甚龍 西式尼流浪者如今已踢完20輪比賽 錄得5勝6和9副的戰績排在聯賽第11位 相較於上賽季 球隊今季整體發揮有所退步 尤其是進攻方面上體現得尤其明顯 上季昆昆昆1.73個入球數 僅次於當屆冠軍麥爾本省 而現時昆昆1.1個入球數 只領先於副班長帕斯光輝 前後差距甚遠 上賽季多位主力攻擊手出走後 導致球隊的進攻一跌不震 如今憑著希美特和柏達圖斯等人難以恢復適任光輝 進攻方面下滑也導致球隊真性能力不足 至今勝率指25%令人惋惜 不過由於西式尼流浪者過去兩次在自家門口 和中岸水手交鋒未嘗敗職 因而球隊今將只能寄望在主場優勢 能助他們力真不敗 陣容方面 後衛拉斯韋廉士因傷缺陣 而門將丹尼·馬古斯停賽受罰 另一面 中岸水手本賽季同樣退步明顯 要知道球隊上賽季以連賽前三甲的成績 結出奧職聯之旅 如今卻只取得七勝五王八負的戰績 徘徊在聯賽下游 可以說球隊本賽季在烏連娜和積順金明斯等客人的大領下 擁有近勝一籌的火力點 困牆1.7個入球數明列前茅 但猛烈的火力並足以掩蓋中岸水手後防營和虛設的漏洞 從1月下旬以來 期間15輪聯賽僅有三甲不失球 而失球數達到兩球及以上的賽次 卻過半數 上將被息離FC5比0大炒也能體驗球隊防守狀態上的起伏不定 另外中岸水手本賽季客戰表現相當糟糕 除了揭幕戰作客傳取3分之外 之後8次揮軍他隊一勝難球 因而今場哪怕對手近況不理想 但雖異地作戰的中岸水手也很難有取勝把握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片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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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